这是一对奇葩的红绿灯 女人脱下外套 露出红色的毛衣 就是红灯 禁止通行 露出绿色的毛衣 就是绿灯 可以正常通行 男人每天早上都要开车去上班 但这车可不是一般人 明明可以以180mg的速度奔跑 原来这是个奇葩的世界 所有的用品都是由人伪装的 底架是女孩伪装的 电灯是由大叔伪装的 就连桌椅板凳 也都是人伪装的 而伪装成日用品 就是他们的工作 男人的工作就更特别了 他起床先是拉开电灯 准备刮胡子 收拾完自己后就来到餐厅 准备吃早餐 他的早餐很简单 一杯咖啡和几块饼干 随后男人就准备穿衣服出发了 他来到女孩的衣架前 拿下外套和女孩嘴里的钥匙 就来到了公交车站 男人打了一辆车 通过紧张堵塞的红绿灯后 一路狂奔到工作地点 他将自己的衣服和包 都挂到女孩的身上 很不情愿的走向一个房间 其实他不喜欢这样的工作 但又不能失去 于是他松了松自己的领带 整理了一下衣容 就慢慢的趴到了地上 这工作也太舒服了吧 可下一秒 一个女人蹬着十厘米的高跟鞋 站到了男人的身上 他擦了擦鞋底后 才走进自己的房间 原来男人的工作是地垫 那你喜欢这样躺平的人生吗 这是一个变态杀手 一旦发起风来 连自己家的沙发都不放过 因为他总管一 沙发下有什么脏东西 沙发坐秃秃完 就开始疯了似的撕扯沙发店 替换了新的担架后 开始吸一轮的扫射 并发出如野兽般的嘶吼 是什么让杀手如此疯狂 你没看错 就是一群要替主人报仇的 玩具士兵 就在一天前 他们的主人被这个杀手杀害 还带走了主人女儿 送给他的珍贵礼物 作为战利品 仅仅过了一天 杀手就收到了个神秘包裹 打开一看 竟然是五十多个玩具士兵 男人认为 这一定是记错了地址 并没有在意 但他却没有注意到 这群玩具 是出自刚刚被他暗杀的玩具厂 不出意外的 要出意外了 果然喝口饮料的功夫 玩具箱就掉到了地上 男人走近一看 盒子里竟然空了 就在男人疑惑的时候 台灯下传来了响动 男人低头一看 突然 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中 男人拔下来一看 虽然很迷你 却很锋利 男人想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扎中了他 他弯腰一看 突固一下无数子弹袭击了他 随后沙发下 也发起了进攻 一枚导弹击中了他的大腿 被打成重伤 男人怂了 敌人在暗处 自己却在明处 肯定会被吊打 于是他爬着 混进了卫生间里 火罗盖都被打出了血 究竟是什么人 男人好奇地 拿出一块镜子 探出门外 沙发下的火力 越发地凶猛起来 一颗导弹 直接击碎了上力的古董 男人怒了 又一枚导弹 把他的小镜子 又直接干碎 碎片刺进了男人的皮肤 男人赶紧跑到镜子前 清理残渣 这小子弹虽然伤害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男人彻底怒了 他掏出M4 决定和沙发下的怪物 决一死战 他刚出门 一枚导弹就发射了过来 这个男人一定是疯了 他拿出一把M4 愤怒地冲出房门 对着自己家的沙发 就发起了猛攻 没想到沙发的火力更猛 男人躲进了橱桑后 他掏出一把冲锋枪 随后邪魅一笑 举起枪对着沙发 就开始吐吐 左边扫射完 又把沙发垫全部扯下 重新给枪装上子弹 又开始扫射 男人快被沙发下的东西 气疯了 随后男人掀翻了沙发 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 居然是复活的玩具士兵 他们还在清理战场 做战术性的撤退 这时几个士兵发现了他 为了掩护队友 发起了进攻 还没等到开炮 男人一枪就直接崩飞了他 这下解气了 可突然 三架重武器战机 开始发起了猛攻 战机里一共三人作战 并利用机翼左右开弓 一边划伤男人的眼睛 一边划掉他的武器 男人忍痛捡起手枪 开始反击 然而战机开始 更凶猛的袭击他 男人被逼到了另一间卧室里 实在太狠了 男人已经遍体鳞伤 疼得嗷嗷直叫 本来以为这会儿安全了 可突然 一架战机冲了进来 男人拿出毛巾 裹住了他 摔在地上 狠狠地将他踹碎 迎接着 又一架战机闯入 被男人一枪击退 男人将毛巾 筛到了破洞上 又将吹风机连电 丢进马桶里 砰的一声 电源立马断路 失去视野的战机 无法进行战斗 男人小心翼翼地 扒开毛巾 却发现 他们架起了火箭炮 最后 无奈男人 只能爬出窗外 但一个不小心 就会尸骨无存 就在这时 一架巡逻的玩具战机 发现了他 男人站在50层的高楼外 烧油不慎 就会粉身碎骨 而一架武装战机 却发现了他 玩具士兵 开始发起猛攻 男人摇摇欲坠 凭着强大的臂力 男人举起枪 打中了战机 随后在一处墙角追尾 男人小心翼翼地骑身 就在马上要掉下去时 幸运地 跳进了另一个房间里 而这里也有重兵把手 男人用一只鸭子 吸引了士兵的注意 随后拿着灭火器 绕到了士兵的身后 一个箭步 将干兵喷到了他们的身上 士兵被扰了了视线 而另一组士兵 却发起了进攻 男人赶紧点燃了喷火罐 机动车被彻底销毁 他终于解气了 随后又将全部进攻 他的士兵消灭 还泄愤地爆锤玩具人 终于他赢得了胜利 在清点玩具 一个不差后 将他们丢进了粉碎机里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不不不 男人拖着疲惫的身体 准备药育治疗伤口 突然 胳膊就被划出巨大的口子 男人慌忙逃出浴池 他意识到 这里肯定是不能呆了 显然这个敌人更加凶猛 于是他赶紧逃进电梯 刚关上电梯门 上面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突然 从电梯顶 掉下来个神秘武士 男人赶紧拿出手电 但黑暗丝毫阻止不了 武士的进攻 男人被一次次割伤 却找不到敌人 然而却在缝隙中看到了他 挑衅男人 男人疯了一样爬上了电梯顶 本以为这就安全了 但脚却被武士扎成重伤 男人被折磨疯了 然而武士却还在凶狠的磨刀祸祸 是必要杀死男人 就在这时 一下电梯路过 男人顺势跳了上去 此时男人已经精疲力尽 没成想 武士也紧随其后 他跳到了男人身上 呲牙咧嘴的示威 随后疯狂用刀猛刺男人的胸口 男人一把将他扒开 此时电梯已经到了一楼 可男人却没有一丝力气 晕死在地上 武士决定给男人致命一击 就在武士放松警惕时 男人突然死死掐住了武士 将他推向了电梯 武士拼命的挣扎 却还是被电梯夹碎 男人终于看到了希望 可玩具里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男人打开一看 他绝望的笑了 男人在杀死玩具老板后 拿走了一样战利品 里面却有跟踪器 然而在反途的飞机上 又遇见了一个神秘女人 以要一根口香糖为由 发现了他包里的玩具 并确认了杀复仇人 于是玩具士兵才会出现在目标处 并成功复仇 杀手也最终得到了 他应有的惩罚 这个小男孩才五岁就火了 因为他体内有三味真火 无论拿什么都会瞬间被融化 妈妈想亲他一下 却把嘴都烫吐鲁鲁皮了 所以每次抱他 他都带上隔热手套 这都不算啥 直到他把妹妹的玩具烫焦了 这个不得了了 妹妹吼着说他是个怪胎 他一生气 差点把房子给烧了 妈妈拿来了强烈灭火器 这才化险为夷 但每次都这么喷 妈妈又特别心疼 于是妈妈找了各种医生 但都没有办法 邻居们又想帮他出主意 却都是些邹主意 不是用石刀土脸降温 就是用蚝油鳞头降温 但统统没有效果 因此 家里常年都准备着各种灭火器 也没有任何小朋友愿意和他玩 这种超能力让他十分恼火 于是他做出了更荒唐的事 他把家里能用的东西都烫破了 还偷喝爸爸的饮料 让爸爸没法工作 还把弟弟的火箭 偷偷送上了月球 又震天黑 把妹妹的直发拉成了卷发 静静的 男孩因为蚝油浇的太多 长成了大男孩 体温也越来越高 这时用丁块浇都没有用 就连成年礼也没有顺利完成 但幸运的是 他被镇长的女儿看中了 直到家长见面这天 爸爸把关于儿子怪事 统统说了一遍 本以为镇长会不高兴 没想到镇长却笑了 还拿出了遥控器 打开空调 男孩感觉从没有这么舒服过 美女递给他一根冰糕 他竟然没有话 男孩舔了一口 我的天呀 机关桃都冰变色了 看来还是爱情的力量大 那你们知道 这脑洞广告卖什么呢吗 商店里有一群可爱的小面包 他们每天都期盼着被顾客买走 但这只小面包却是个意外 他每天想尽一切办法 阻止自己被带走 因为就在刚刚 他亲眼目睹了 小伙伴们被吃掉 胆小的他害怕极了 每天做梦都是各种夹子 要将自己带走 直到这天 一个顾客拿着夹子 挑选漂亮的面包 刚想去夹它 聪明的小面包 就把自己扭曲成了一团烂泥 没想到他成功了 顾客拿走了旁边的面包 从此 一旦有顾客进店 他就扭曲成这样 这样 硬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 来确保自己的安全 直到面包店关门 所有的面包都被销售一空 只剩下了小面包一个人 厨师看着自己的作品 想起自己辛苦的 揉面搓面 每一步都用尽了全新的爱 就希望顾客能吃到满意的食物 但这个小面包却没人要 为了不浪费食材 就捡起了小面包 要将它筛进嘴里 小面包害怕极了 可它还是逃不了 被吃掉的命运 本以为会很难过 但小面包却变成了天使 你开心啊 飞走了 早知道是这样 就早点变成天使好了 你想要这么可爱的小面包吗 字幕志愿者 杨树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